恭喜你 休息一周 哇 確診 所以我真的是晴天敵敵 我自己真的那時候 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 前幾天食慾真的有點差 而且整天在睡覺 真的吃不下什麼東西 哪一個綜合維他命 我每天都在吞 每天都在吞 已經恢復了 可是隔了幾個月之後 怎麼還是會有一些症狀在 你要怎麼樣避免 打疫苗 這個是在國外認證的 打疫苗的人得到新冠之後 以後常新冠的機率都要停 一分鐘可能只呼吸個15到20下 就突然發現你要 一分鐘怎麼開始呼吸到30下 甚至到35下的時候 可能就是你要趕快求救的時候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貴俊醫師 我確診新冠肺炎 嗨 不要怕 我已經康復了 是出關了才來錄這支影片的 錄這支影片有個最主要目的 就是想跟大家實地分享一下 這集我到底做了什麼 所以今天這一集 主要就是告訴大家 你居家照顧的時候 你發現哪些情況 你一定要趕快去醫院 另外大家還聽過一個名字 叫做長新冠 什麼意思 很多人發現它在恢復了之後 還是有一些後遺症的發生 這是所謂的長新冠 今天要教各位怎樣照顧自己 你比較不會有長新冠的症狀 一定很好奇 我是怎樣確診 我是快篩羊 去做PCR呢還是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有隔管師 我有跟診護士 他們陸續在一個禮拜之內 全部都確診 那時候護理部就打電話問我說 陳醫師 請問你有沒有可受 我說幹嘛 我一年四季都咳嗽 你有沒有流鼻水 我一年四季都流鼻水 我常常都鼻塞 我鼻子很不好 你有沒有覺得紅紅紅怪怪的 流鼻水當然紅紅怪怪的 他說你知道嗎 昨天是你整個護士 今天對你等亂出來 新冠確診 你可不可以去做一下鼻子 他們一直擄我 我本來真的很不想去做 因為又要被投一次鼻子 而且我一直覺得 我是天選之人 我禮拜一又剛做過 我真的不想再去做 他們就是擄一擄 如果我只好在開完大小 我記得晚上七八點的時候 我就被他們架去急診室 就被硬戳了鼻子 恭喜你 休息一週吧 哇 確診 其實我那個真的是晴天啤零 我自己真的那時候 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 這次的歐米狂 大家都知道嘛 它比較少肺部的症狀 比較多上呼吸道的症狀 上呼吸道的症狀就是常常講的 流鼻水 可能會頭痛 可能會卡瘦 最可怕的是很多人都會 喉嚨痛 還有另外就是發燒的問題 對我來講 我主要的症狀就是兩個 就是咳嗽跟發燒 發燒到底可不可以吃退燒藥 很多人會有個迷思 他說發燒是代表說 你的免疫系統在工作 如果說你一下就把它退燒的話 你的免疫力不會產生那麼強 就好像之前我們在講的 打疫苗如果發燒 你不要一下子吃退燒藥 讓它稍微燒一下嘛 這樣免疫力才有辦法啟動 我先告訴各位 適度的退燒是必要的 免疫力不需要被吹得這麼強 輕微的發燒 比如說你只高38度 3度多一點點的話 你可能碎碎冰著 喝喝水 可能就沒有關係 輕微的發燒 其實就夠維持你的免疫力發作 你不用一定要燒到39度40度 你會很不舒服好不好 另外我有一點呼吸喘的問題 我在深呼吸的時候 我都一直覺得胸口很悶 所以那幾天 我一直在做過宮運動 我一直在深呼吸 我也打一些氣功 讓自己的背容量稍微好一點點 還是有適度的運動 另外就是喉嚨痛的問題 很多人問我說 喉嚨痛的時候 到底要多喝冰開水 還是要喝熱開水 很多老人家都跟你說 你現在感冒 喉嚨不舒服 多一點熱開水 我先告訴各位 冰開水或熱開水都不舒服 你喉嚨痛的時候 代表你喉嚨正在發炎 如果你喝熱開水 你就想像 如果今天你的腳受傷 正在發炎 你會熱敷嗎 這大家都知道 正在發炎的時候不能熱敷 因為會造成腫脹的更厲害 如果你現在喉嚨 因為Omicron感染 正在發炎的話 你喝熱水 只會讓局部的發炎腫脹 更嚴重 你會更不舒服 那你喝冰水可可 理論上是可以的 因為發炎就是要冰敷 但是你知道嗎 很多人Omicron 還會合併有渴受 如果你喝冰水的話 喉嚨可是舒服的沒有錯 可是它可能會造成 氣管收縮 會讓你渴受 可能更厲害 所以我的建議是 喝中間的水 什麼意思 就是不冷也不熱 就是比你的體溫 稍微低一點點 比如說你的體溫是37-38 你就喝個25-30度的水 不要太冰也不要太熱 多喝點水 對你的喉嚨是有保護作用 你有很多人問我說 需不需要吃一些補品 還是要幹嘛的 我那幾天最常吃的東西就是蛋 我吃很多的蛋 為什麼要吃蛋 因為我要吃蛋白質 大家都知道 對抗病毒最有效的東西 就是你自己的免疫力 免疫力要產生 一定要有很多的蛋白質 因為你的白血球要複製 要幹嘛都需要很多的蛋白質 所以我就逼自己吃很多的蛋白質 那幾天因為 其實你叫我吃什麼雞肉 魚肉 我也吃不得下 因為那些煎炸過的東西 就有點刺激 我也吃不得下 所以我很常吃的東西就是稀飯 只是稀飯平常我加一顆蛋 那幾天我就會加兩顆蛋 三顆蛋 所以我一整天下來 可能吃了四顆蛋 五顆蛋 我就刻意讓自己 吃了很多的蛋白質 另外前幾天食慾真的有點差 而且整天在睡覺 真的吃不下什麼東西 所以我知道我的營養不均衡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綜合維他命 我每天都在吐每天都在吐 而且我強迫自己 每天都要吃一些水果 為什麼 因為我要大量的維他命C 因為你知道嗎 你在感染Omicron症的時候 你的氧化壓力其實很大 所以你需要很多抗癌化的東西 你多吃一些維他命C 其實真的可以有效改善你的一些症狀 如果今天你在家裡面 遇到哪些狀況 你要趕快求救呢 我沒有帶血氧機去 我也忘記帶了血壓機去 所以我只能夠自己看 如果有事沒事我就會拔一下他們 數一下我自己心跳幾下 因為當你的血壓如果很穩定的話 基本上你的心跳就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所以如果你突然發現你的心跳 平常大概跳80到100下 突然間奇怪怎麼今天都跳120下 130下 你就要小心了 你可能開始低血壓了 因為你的血壓開始低 所以你的心跳要變得很快去代償它 所以如果說你的心跳突然開始變快的時候 可能就是你要趕快求救的時候 另外就是你發現你變得比較長 比如說你可能一分鐘 可能只呼吸個15到20下 就突然發現你要 一分鐘怎麼開始呼吸到30下 甚至到35下的時候 就代表你的血氧濃度開始下降 這個時候也是你要趕快去急診室的原因 低血壓還可以從哪地方看到 就是你的尿量 如果你發現你一整天 小便明明就有在喝水 可是小便突然變得很少 另外就是如果你高燒一直不退 比如說這個燒就是反反覆覆覆覆 兩三天的都一直還很燒 都退不下來 或者是說你吃了退熱的東西 只退了一個小時 又馬上穿到39度40度 你特別的嗜睡 你就覺得你自己什麼意思不是很清楚了 就覺得好像腦袋變得很鈍的時候 你也要小心都是要趕快去 另外就是大家都不想要用所謂的長新冠 所謂的長新冠就是 你明明已經離了新冠 已經恢復了 可是隔了幾個月之後 怎麼還是會有一些症狀在 你要怎麼樣避免 最好的方法只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我們指揮官 就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常常講的 打疫苗 這個是在國外認證的 打疫苗的人得到新冠之後 以後長新冠的基地會比較低 第二個就是你在恢復的時間 要好好照顧自己 有併發症就把它處理掉 然後給自己充足的營養 給自己充足的運動 我本來準備了很多小說的影片 想說這基地要被關要看的 但是它前幾天真的很累 我奉勸各位 如果你將來不幸得到新冠被隔離的時候 不用準備太多的影集前幾天 因為你看沒有20分鐘 你就會很想睡覺 你大概何時期都在睡覺 都在吃退燒藥 都在吃這些東西 第四天第五天之後 你就會比較有體力了 我只堅信各位 第四天第五天的時候 你就把你的運動量稍微做大一點點 第四天第五天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一些有氧運動了 慢慢的把自己的心肺功能 慢慢的練回來 另外大家都會很好奇問我 我除了吃西藥之外 我有沒有吃中藥 我有吃 我也有吃清冠一號 那時候我是跟一個中醫師視訊 然後就開了一個清冠一號給我 就看看我的舌頭 看看我什麼 清冠一號誰可以吃 所有的確診者都可以吃好不好 它是預防你轉成中中症的 但是如果你已經變成中中症了 你就趕快去醫院了 所以大家其實都可以吃清冠 並沒有什麼很大的經濟 事實上連小孩子都可以吃 大家知道這次的清冠一號吃了 會有什麼併發症 兩個 第一個就是拉肚子 第二個就是清冠一號那個藥粉 我個人覺得很難吃好不好 所以我基本上只有吃兩天 我就吃不下去 真的不太好吃 所以我正中在第四天消掉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自己好了 還是清冠一號有幫忙 其實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另外就是我因為剛好運氣好 在桃園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所以我可以自己隔離 如果你真的被迫要跟家人 住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你只是有一個自己的房間 但是胃孕是要跟人家共用的 還是可以這樣做 只是你在家裡隨時都要戴上口罩 好不好 那公用胃孕的時候 當你是確診者 你使用完之後 一定要用酒精 把它都消毒完品 但是如果酒精沒辦法噴這麼多 你就要用漂白水 把那個浴室洗乾淨好不好 這樣才可以保護其他的安全 最後還是要告訴各位 很多人都說得到了新冠之後 你就好像有個無極情形 至少上個月之後 你不會再感染 那個只是理由上 因為你得到了之後 就等於是又再打了疫苗 你的抗靈濃度會再上來嘛 但是它還是會有掉下來的一天 好不好 而且抗靈濃度高 絕對就不代表 你不會再感染 只是你感染機會會較少而已 所以即使你是新冠的確診 又康復的人 一樣請你戴上口罩 保護自己 也保護其他的人 雖然這個疫情已經持續了兩年 但是我堅信 疫情總有過去的一天 我們不戴口罩 又可以再次見面 握手一起吃飯的日子 絕對不遠 祝福大家都身體健康 健康2.0 YouTube 頻道會員 專屬課程醫生儀式乳癌篇 我將在四周的課程中 帶你你深入潛出的了解 乳癌的預防跟治療 乳癌其實不可怕 趕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 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均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浩尼等著你喔